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很大块的一个关于众人的这一个东西 那么之前国阵政府在大选之前就有宣布说 要增见十所华小以及搬迁六所华小 那么这个宣布普遍上获得华社的良好的反应 虽然我们知道说这个是跟大选是非常有关的 因为不管是之前在大选之前 我们不断的华社不断的要求说要增见华小还是搬迁华小 总是等到华尔也谢了 那么也等到天荒地了 那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政府没有制度 没有通过制度去处理这些事情 那么好了 新的这个政府商人 新的教育部长马智利 他今天就说 新政府将重新检讨这十加六的华小计划 因为这个计划涉及到政治动机 什么叫政治动机呢 马智利就有指出 教育部就认为由前朝政府承诺的 这一个十加六华小的计划 具有政治的动机 具有政治的意图 所以呢 他就说他将会将这个计划呢 带入到内阁进行进一步的这个探讨 包括因为现在还有八所的这个华小 其实还没有动土嘛 那这八所的华小是否要继续进行呢 那他就说呢 现在六所呢 就是涉及千校 还有两所已经动小的 动土的这个华小的计划 将会继续进行 那剩下的呢 就依据这一个需求 财务的状况 还有跟当地相关的这个课题呢 在进行探讨 然后他就强调了 他就说因为这个计划呢 就是具有这个政治意图 所以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探讨 那么前朝政府是在去年十月的时候 宣布十加六的这个增见 跟半仙划小的计划 那么其中五所呢 和两所的搬迁计划 是在坐落在柔佛州 而当时这项宣布呢 普遍上都被视为是大选前的糖果 那么通过增见华小啊 搬迁啊 来争取华裔选民的这个支持 这是国政政府一贯的这个做法 就是在大选前 向华社许下有关华教的一些承诺 不管是增见 还是搬迁 还是承认同考之类 虽然之前没有承认同考了 不过同考一直以来都是 都有被逃论 朝野的一个选战的一个议题 仿佛是以华小 以华教来换取选票 这是无可奈何的一个政治现实 那么华裔选民在509大选的时候呢 通过选票告诉国政说 我们不要这种做法 我们要政府公平的对待各原流的这个华小 按照人民的这个需求 按照社区的需要 来处理政治的课题 处理这个教育的课题 其实呢 位于这个柔佛新山的两所的华小呢 现在都已经动土嘛 那动土的这一个日期呢 是在今年的三月 也就是在509之前的前两个月 那另外的这个八所 还没有动土的学校 到底会不会被腰斩呢 到现在我们都还不知道了 那在十所的新的华小当中呢 其实柔佛跟雪兰儿呢 是各占五所的 那只是说令人纳闷的是呢 其实从一开始 智丰就有提到 马智里呢 其实他就有说嘛 这涉及政治动机 可是所谓的政治动机是什么呢 智丰你怎么看 我不知道 因为我的脑袋不是马智里的这个脑袋 不过呢 这个政治动机 或许可以从几个不同的角度来看啊 就是我们尝试去了解 新任教育部长的 他的一些想法 第一呢 可能就是 新建学校的这个名字 因为十所当中呢 都是以啊 十所当中有九所 是以华人先贤的名字来命名 而这当中呢 华人的名字当中呢 有超过一半是政治人物 比如说 有这个李孝氏 林昌佑 翁玉林 跟这个朱银行 或许新政府对这一些政治人物感到敏感 这我不知道 我是猜而已 那么第二呢 就是新建的地点 有超过一半呢 是在柔佛跟这个雪兰儿 而在509大选之前呢 柔佛跟雪兰儿呢 都是国阵 自立要捍卫 以及要重夺的这个州属 所以他们把这个华小呢 是建在这些地方 所以在当时呢 就有一些分析 就认为说 其实是有政治的这个考量 那么第三呢 就是建校委员会的这个成员 建校委员会的成员当中呢 很多都是有这个国阵色彩 非常浓厚的领袖 那么把他们名字一排出来的话呢 马上就会 就会让人联想到说 这些建校委员会 其实是跟前朝政府有关的 所以这以上的三个点呢 很可能就是 马这里所提到的政治动机了 那么除了这些原因 这些元素之外呢 更重要的东西就是 这些 我们这些非正式 我们看不懂的 就是为什么 要把这些教育的课题 都冠上政治的这个名字 其实 就把它当作教育来处理吧 那么按需要 按需求去处理 那么让教育回归教育 让懂的教育的人来处理 专业的处理 我觉得让教育回归教育呢 还有呢 就是按需求来处理 教育议题呢 是非常重要的 现在呢 回来主编点新闻呢 我们来关注另外一个的新闻焦点 那话说呢 昨天就公布了 在这一个 纳吉 也就是前首相的家中 收出的这个财务 是高达11亿令吉 纳吉说 没有这么多 那到底是多少呢 掌握每日关键 精辟新闻点评 主编点新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